好 昨天上午說黃捷呢 竅門站了會議是韓國瑜說 如果是外面帶索將就不行了 如果是助理就還反對自己的編制 如果是外面的人就要查 所以要查了 那另外呢 到底黃捷帶來的是誰 所以現在想不清楚 到底是人是院本部的 還是外來的 韓國瑜說這很嚴重 要搞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 黃捷說 什麼嚴重 有比你當時打阿扁嚴重嗎 那另外呢 我跟你講 就是扯不清啦 那另外呢 這個黃捷說 我是合法合規的 我那麼早去怪我太勤奮嗎 女舉庭委員說 那問他有沒有找人開門 他又不敢講話 就講說沒有 或是講說我就是助理去 就不必故弄懸虛 那黃捷說我沒有找所將 吳佩儀就說 如果沒有所將 韓國瑜要不要下臺 為什麼要下臺 他只要查 也沒有說一定是或不是 那另外呢 這個韓國瑜喊要查 黃捷為什麼去開 內政委員會的門鎖 王定寅說 你是轉移焦點 那說呢 高軍書 你們為什麼要換會議室 那另外呢 這個影片怎麼流出來的 柯建銘就抗議 說呢 你們一定是立法院把他流出去的 那就是黃捷開的門 不要加油天柱 沒有什麼外媒團的鎖匠 那另外呢 這個今天本來是要朝野協商 三個法案 電業法 NCC組織法等等三個法案 吵了一個上午 連一個電業法都沒協商過 下午要繼續繼續開 另外呢 包括電業法打炸法 也不好好閃查 韓國瑜呢 這個朝野協商被放鴿子 那綠營的盤算就是 反正就跟你鬧了 什麼也不跟你過了 跟你鬧 那人家說當家不鬧事 那民進黨覺得立法院 不是他們當家 所以就跟你鬧事 柯建銘放鳥協商 又抱怨藍白缺席審判 然後呢 各部會首長在協商現場等 因為協商的時候 部會首長也要在 所以呢韓國瑜說 都算我好不好 這我嘛 就算院長 這個萬方有罪 罪在正宫 都是我 我想沒有討論 就不是明珠 沒有登記 就是違法使用 為什麼會這麼說 其實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立法院的網站 他就有很明確的去顯示到 幾點到幾點 什麼委員 什麼單位 申請了什麼樣子的辦公室 其實這邊他們都載明的清清楚楚的 所以我不曉得說今天黃捷委員 他到底目的是什麼 而且我還拜託了我們立法院的同事 幫我拍了一張 因為他其實去癱瘓的是201 但是要開會的是202 但是大家知道嗎 201跟202中間有個插水間是互通的 所以他的這樣子的目的是什麼 其心可意啊 所以我還是要說 作為立法委員不要知法犯法 同時間不要作為一個最壞的示範 如果今天你強制的去開了一個 你不該開的門 還是說今天黃捷委員 你是議事人員嗎 還是你不想當立委 你想當議事人員 你可以來去說明嗎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一個 如果今天你告訴我們 你提早去上班 你提早去破門議會的辦公室 這個叫做認真情分 那我想請問一下黃捷委員 你現在是不是在告訴 所有台灣人 每一位勞工 他只要每天提早上班 去開董事長 去開總經理的辦公室 這個就叫做靜靜夜夜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示範 所以我們還是要明確說 沒有登記就是違規使用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立法院他每一個明文規定上去 你都不遵守的話 那請問一下 接下來到底誰還會聽你 民進黨的去實質來說 有討論才是民主 實際上癱瘓議會 不就是你們民進黨每一位委員嗎